今天这集的武将 记得别把他们放在同队 因为厌恶武将在同队能力值不会互补 之前结役成义兄弟那集讲过 只要结了义 部队攻防能力就可以完全互补 即便没有结役时 一般部队智力和建设这两项能力 会取主副将所有人的最大值 但是厌恶武将同队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最经典的实际案例就是 有诸葛亮的部队被智力九一的鱼帆 控到晕死 原因就是主将是魏妍 游戏内魏妍讨厌诸葛亮 因此这支部队的智力还是只有六九 而不会吃到诸葛亮的智力一百 魏妍和诸葛亮这队大家还算熟悉 通常不会真的配他们两位在同一队 只是有时候真的还是难免 不小心配到厌恶武将同队 大家出征前记得留心多看一眼 确认部队能力值是正常的再出发 那么今天前13名 就是最容易发生以上尴尬情形的13人 9到13名都被三人讨厌 分别是邓爱 郭土 马超 孟达 姜维 两位后期名将在公司都有人看不顺眼 通常姜维应该没有机会遇到这三位 因为能力差太多 姜维根本不需要他们当副将 比较要留意的是郭土和马超 地缘或同公司的关系 郭土和马超容易不小心配到讨厌他们的人 再来5到8名有四位并列 都是被四人厌恶 有孙琳 吕布 刘备 关羽 关羽被迷方世人讨厌 这大家都耳熟能详 最常遇到的可能是刘备打死路用不到张刃吧 如果是玩剧本刘备入属的刘备 有抓到张刃 想都不用想直接斩了 张刃不会加盟你的 吕布被关张讨厌比较麻烦 有几个剧本吕布和刘备事例都很接近 蛮容易碰到吕布战场上抓到2帝或3帝 但他们却不投降的情况 解决方把影片后面一起讲 有两位并列第三名都被5人讨厌 在游戏中沈佩的战力 算是袁绍底下最强的一群 我自己就很喜欢帮沈佩换成竹城 哇 不得了 变成硬邦邦的天降剑楼超坦司令塔 不过沈佩的人际关系就没有那么美好了 沈佩相传性格刚正耿直 惹到不少同事 同僚 郭图 许优 星平 田丰 冯继都讨厌他 内斗外斗都擅长的沈佩 达成一个特殊成就 有5个人讨厌他 却完全没有任何一个人喜欢他 另一个第三名就是诸葛亮 也是被5个人讨厌 所谓人红是非多 诸葛亮有很多人爱他 也有很多人讨厌他 有11人爱诸葛孔明 也有5人讨厌葛亮 讨厌的有 周瑜魏妍城市乔州料理 周瑜魏妍又又又背了演绎的锅啊 第二名董卓 讨厌董卓的有7人 宁缘如直观与张飞袁绍曹操瞬间 沈佩真的是可怜 连董卓都有一人喜欢他 李如表示这位胖哥我可以 大家普遍印象很差的董卓竟然只排第二 第一的是曹操 恭喜曹老板荣登最雇人院冠军 有9人讨厌曹老板 果然曹老板的霸道总裁风格 让人又爱又恨啊 不过虽然讨厌曹操的人数最多 但大多是马家刷出来的 人上张飞元素 马修马代马超马铁马腾马云路 马家就占6人 如果录用武将的时候 君主被目标武将厌恶 目标武将就不会加盟 所以曹操灭马家之后 也很难得到马家的武将 打赢后的效益不高啊 不过还是有方法可以解 游戏中异兄弟和配偶的关系 大于厌恶武将 比方说马腾讨厌曹操 曹操派人录用马腾的话 马腾不会加盟 但如果先灭掉寒碎招降他 就可以用寒碎录用马腾 同样的前面讲到的 呂布被关羽张飞讨厌 也可以先录用大哥刘备 这样二弟三弟还是会乖乖加盟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吴国前中期的武将真的非常团结 尤其是四大都都时期 周宇鲁素鲁蒙陆逊 没有任何一个人讨厌他们 而且他们完全没有政治内斗 四大都都被他们各自前后任喜欢 周宇被鲁素鲁蒙喜欢 甚至同事陈甫也爱他 鲁素被周宇鲁蒙爱 鲁蒙被周宇鲁素陆逊爱 陆逊被鲁蒙爱 这团结又温馨的程度 不输马家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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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